这么长的龙须肉啊 听说刘一首又出新菜了 老规矩 小料整一个 三位锅底 那这椰子鸡得整一个吧 麻辣牛油锅得来一个吧 小朋友都喜欢的番茄浓汤 也得来一个吧 开始整活了 这牛肉胸口油这么肥能吃吗 真香 天呐 真香啊 别看它肥 可是入口还真的是 有一种脆脆Q弹的感觉 真的是很好吃的 大家千万不要被它的外表所骗了 真的很好吃 这个甜筒牛肉啊 有原味的和麻辣的两款选择 我感觉吧 我这吃辣的水平是退步了 我更喜欢吃原味的 有一说一 这肉可是真的嫩的 哇哇哇 这就是当红炸子鸡下的炸子蛋吧 整个丢进番茄锅里 半锅的汤汁都给你吸上来了 不需要煮很久 捞上来 好吃到被小朋友们一抢而空 一个炸蛋不够吃 不够吃 根本不够吃啊 看看这超长的龙须酥肉 大人呢 蘸着辣椒干碟吃 小朋友可以直接吃 又酥又香 满口酥肉 油耳不腻 根本停不下口 而且这么长一条 只要7块95 我们一直捡一直捡 根本捡不完呢 零一手的这个爽脆毛肚 桂花棒 猪血 都是每一次我必点的 还有就是这份炒饭 你说一做火锅的 为什么它炒饭能这么好吃呢 害得我每次都点 然后把自己给吃撑 肥牛肥羊呢 一如既往 大肥盘的量呢 我觉得也挺实惠的 糯米瓷巴呢 真的可以拉姜拉丝的 就是刚上来的时候啊 一定要小心 因为里面的糖浆 真的是满烫的 一定要听服务员的劝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刘游手的这一波新菜 我觉得真的可以冲一波 好了 关注兔子景 带你们吃喝玩乐 聊北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计计某